牛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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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牛老药 没听见 我到处在找你 快快快上车 不上 上你的车逃来逃去的 麻烦 牛老药 你现在不够大的呀 我找你我还得亲自拜访你 我不是被你打败了吗 打败也不能死啊 我还是得挣钱吃饭吧 拜访我 是来请我吃饭呢 还是看我笑话 我没那么无聊 公司刚刚开完会 决定聘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 杨青发现了 亏欠我了 贾欣欣的来安抚我 到你们公司上班 适当保安 还是当保洁啊 不过要是让我当个总经理 我还是可以考虑考虑一下 总经理 你怎么不当总统去啊 总 是这样的 盈龙村项目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急需一个了解 当地情况的人 来协助我们进行拆迁工作 虽然盈龙村上次你败了 可也展示出了一定能力 公司决定聘请你 当这个拆迁部项目部的副经理 公司待遇 跟同等级别的副经理是一样的 算了吧 副经理 你们就是想顾个狗腿子 让我去对付我们自己的村民 好 牛老妖 盈龙村的事你还在记恨呢 你说你一个男人 你心想怎么那么小 输就输了片翻不过去了是不是 输是输了我不服行吗 我只是时间太短 要时间长点的话 不知道谁输谁赢的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别输一个月 一年十年就你这经营模式你也赢不了 好 改句准话 去我们公司上班 你去还是不去 上班 来了 你把我叫过来 半天不说话 那么看着我 我心里发毛的嘛 我跟你说的事 考虑得怎么样啊 什么事啊 到我公司来上班啊 那个事啊 我当然考虑过了 不过你要请我到你公司上班嘛 那起码得让我当个经理 就算是正经理当不了 当个副经理也可以咱 行 就这么决定了 小傻子你 你疯了 你开玩笑吧 你不是说我们棒棒 什么都不懂啊 我没说你懂呀 那 那你弄个不懂的去干什么 我跟一家公司有合作 对方让我派一个 项目经理过去 我就第一时间想到你了 为什么呀 因为对方派了一个 非常精明能干的经理 所以我这边呢 只需要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过去就可以了 而你呢 有你的优势 有你的作用 但是这个作用吧 仅仅是一个工长级别的 但是你毕竟是我派过去的 所以呢 得给你戴一个高帽子呀 给你一个挂名经理当的 就这样明白了吗 我有优势 我有什么优势呀 不告诉你 你就说干不干吧 不是 这你都不说 我怎么知道 我能不能干哪 再说了 这给多少钱呢 这才是你该关心的话题 你放心 这工钱绝对不会少你的 比两个棒棒加起来 多那么一点 挂个名 还能挣钱 那行 那好 明天你就跟我去对方公司对接 你这身衣服得换换 穿奖就有点行不行 别让你觉得我带了一个棒棒 过去糊弄事啊 小娘 姐怎么回来了 我没迟到吧 没有没有 您印象准时 来 请坐 好 你们姜总呢 不好意思 是这样的 出来的时候姜总临时有点急事 所以今天由我来劝劝待力 临出门时让我给您道个歉 说不好意思 她能有什么紧急的事啊 我跟你说 你们姜总这个人我特别了解 但凡是工作上决定的事 绝对是不会改变的 是不是他们家后院又有事了 这个我们作为下属也不好过问 那行 咱们就不提她 咱聊咱们的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 姜总呢 打算投资银龙村美丽乡村建设 你看人家一个外乡人都投资了 咱本乡本土的 总不能拖了后腿吧 那我们两家公司呢 就一起合作 小杨呢 就是他们海洋集团的项目代表 这就是 昨天说的那个能干的经理 你干吗那么小声啊 小杨 不认识啊 迎龙村项目一直我在负责 这个牛经理您是知道的 牛经理 我 今后啊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 牛经理是谢总派来的代表 牛经理 以后多多关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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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事有点不对啊 这 这 这 怎么 这 奇奇怪怪的 我 我 你等一下我 我想一想啊 我稀里糊涂地 我就被你带到这儿来 然后 怎么那么奇怪啊 怎么奇怪了 不是 我 我 我记得 那个 我 我稍微 那个说了一下啊 当时在村里的时候 我们俩不是一伙了吗 嗯 怎么现在 你跟他又弄到一伙了 牛经理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 这一开始啊 谢总是不知道这个项目的 直到我们跟迎龙村签立约之后 谢总才决定 跟我们海洋集团合作 结果你当了盼主了 你当盼主 你得先跟我说一声 你把我一边晾到旁边了 刘老妖 跟谁说话呢现在 这个 说漏了 说漏了 你要小杨好好看看 我带来的是什么狗屁经理 还能当着合作方的面 骂他老板 没 所以给你带个紧箍之后 那是对的 小杨 给这个不知天高的牛经理 说一下情况 好的 谢总 牛经理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项目呢 两边合作方各出一名经理 海洋集团的代表就是我 谢总这边就是您了 牛经理 不过 谢总 虽然我跟牛经理是平级 不过 不过你什么事情你都不要管 都听小杨的 你听明白了吗 我都听他的 我就是个摆设 你虽然是个摆设 但是我也顾及了你的面子 在下属面前他还是经理 好好 牛经理为人聪明 鬼点子最多了 牛经理 在今后的工作里 你要多多关照 凡事啊 请你多跟我商量 千万不要先斩后奏了啊 小杨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 情况也搞明白了是吗 那你就当着小杨的面说一下 别干 还是不干 干哪 挣钱的事 谁不让你干啊